就是我們灘烏的話今天 早上是無常任務的報案 那下午就由我代打 那今天主要成果的話就是 這是之前就是做的 就算是之前做出來的東西 那可以看到說它其實 有點複雜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特別宣告型的部分 非常的就是法官寫得很亂 那我今天做了一點真理 就想說 到底有哪些法條是主要主 主優的法條 就自己的這樣 然後中間可以看到有一些譜表 很麻煩的東西 就是法官的主文 什麼時候只有寫譜表 然後最後要看譜表 對那第二個成果就是 我們開始進行了 表格接學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表格實在是很麻煩的東西 對那我們開始進行處理了 對 非常感謝今天徵召到的夥伴 那第三個成果的話就是 我們開始做網站介面 對 就是我們 0.100的網站介面 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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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是有點算新手 那我今天做的是 他把原本那個 就是剛剛看到這樣的格式 那我做的第一件是說 我先把他 因為要丟入資料庫嘛 那反正我就是大概寫了一個 跑車去把他丟入資料庫 OK就是 那我 這個 這個網頁我是用那個 revel寫的 所以就是到時候如果有期 他很想要用那個 之後他用那個 C的去直接 就可以把他那個 這個檔案這樣子 就是丟進去這樣 那那個 目前網頁就是 其實我第一次用revel寫 應該說我第一次用框架寫 那目前是 大概有一個介面 然後有API這樣 那現在這個介面其實是假的 OK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就是我們可以找一下 像親愛的意識 OK我們可以 就是 因為查出來的那個介面 還沒有做出來 所以那我突然就是API已經做出來 所以就是 我們這樣查 就可以查到 跟那個意識有關的那個 結果 那就是 呃 因為其實這是 資料還沒有很很很很完全 所以像水平跟速度可能查不到 對啊 就大概就是 就是目前的進度 對這樣 謝謝